为了加速全台北市危险老旧建筑更新 加强房屋的耐载力 台北市长蒋万就宣布了都更新政策 而推出了防灾型都市更新专案以及整建住宅的专案计划 只要符合法定条件整建住宅海沙屋或是耐震力不足 有明显危害公共安全的建筑物市府都会给予容积奖励 增加50%提高住户的都更议员 台北市物林超过30年以上的老房子有64万户 占全市的七成 有些尽管不是海沙屋 也有耐震度不足的疑虑 为了加速危险老旧建筑更新 市府提供容积奖励到50% 评估有立即危险区域 也可依法强制拆除 耐震系处不足 我们会再提出30%的容积奖励 如果再加上海沙屋 我们会提出50%的容积奖励 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 其实民众可以了解到 这样子是一个满大的利多 除了防灾型都市更新专案 市府还拟定整建住宅专案计划 同样有容积奖励优因 另外针对经济弱势户 还有利息补贴 都更不论民营或是公办 都可以申请提高社区住户 读根意愿 目前台北市总共还有大概19处的整宅 那户数大概总共有一万多户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透过专案的方式 能够一样增加相关的容积奖励 提出诱因 然后加快省力的速度 而且我们也提供相关财务的协助 比如说利息的补贴 每何贷款等方式 能够提高民众参与 就是更新的意愿 推动都更计划 市府双建齐发 预计全台北市有5000多户 需要重建的海沙屋 以及一万多户的整建住宅 可以立即受惠 新政策上路 希望改变围绕建筑现况 落实宜居城市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 台北市交通局统计 基北北桃都会通 满意度是高达了97% 实施三个月以来 每月平均使用金额大约是2400元 而扣除了1200元的月票价 大约省下了1200元的通勤费用 包括捷运 公车 还有U-bike使用人数都有增加 而即日起将在纳入16条 国道客运的路线 持续扩大服务范围 TPAS北北基桃都会通 上路满三个月 截至九月底 已经卖出超过150万张 所有运据使用超过一亿人次 台北市交通局统计 民众平均使用金额2400元 省下约1200元通勤费 满意度高达97% 就是捷运的部分大概50% 那有30%大概是用公车 那依据我们捷运的这边的 运量资料来看的话 就今年八月跟去年同期来比的话 也正在增加了百分之快20左右 为了持续鼓励民众使用大众运输 都会通还将新增16条国道路线 包括长龙国际除运5203 前往桃园机场 台联客运5350往龙潭小人国 以及核心客运7500 从台北转运站往桃园市区等 这些路线主要是在第一阶段 因为它是跨市的路线 它有跨到新竹 那在技术上我们先利用 基北北桃境内的路线先上 那在这个部分跨境的路线 我们在10月也都上了 那民众可以利用这些路线 搭车去到龙潭 由于部分路线可能会开到新竹 交通局提醒民众上下车站点 都必须在基北北桃范围内 才能符合都会通使用规范 要是超过就需按原价计费 民众搭车前可得多加注意 记者游祥婷台北采访不到 台北市政府推广绿运输 从即日起到年底推出 我的减碳存折活动 只要加入悠游服的会员 绑定悠游卡并搭乘大众运输 就能计算减碳量来抽奖 累积满一公斤的减碳量就能抽奖一次 而最大奖是日本的双人来回机票 除此之外内湖科技园区的企业员工 还可以获得加码奖项的抽奖资格 为了鼓励民众多多使用公共运输 实现净零碳排的永续环境 台北市交通局结合公车联营管委会 悠游卡公司 共同规划我的减碳存折活动 即日起到年底共三个月期间 每个月都会抽出超值好礼 最大奖有日本双人来回机票 只要下载悠游服 加入悠游服的会员 绑上你的常用的悠游卡 它就会帮你计算当月你的碳排放 减量的数字 只要超过五公斤 就可以抽一次奖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活动还特别针对内科企业加码 只要搭乘内科地区范围内大众运输 累计满一公斤 就能获得一次加码奖项抽奖资格 满五公斤多一次 十公斤多两次 搭越多中奖机会越多 市政府对于内科的交通上面 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些 促进民众使用 或内科居民能使用大众运输系统 所以在内科上面 我们又额外再多加了一次 这样的一个活动 所以变成内科的居民 他可以参加双北的 也可以参加内科的 赶紧加入悠游服APP会员 绑定悠游卡 搭乘双北公共交通运具 不只响应政府节能减碳政策 还有机会出国旅游 拿好康 记者游祥亭台北采访不到 当民众发现身体出现浮肿的症状 许多人会以为是肾功能出了问题 但医师就提醒了 包括心脏衰竭肾病 或是肝硬化 甲状腺功能异常等等 都可能造成身体浮肿 如果症状持续一周以上 必须就医找出原因 眼皮脚浮肿状况持续了好几星期 还常常心悸 让40多岁手女好困扰 担心肾脏出了问题 前来就医 医师检查后 发现她的血糖尿液正常 但肾丝球过滤却高得吓人 最后确诊为甲状腺功能抗净 专家提醒 健检时肾丝球过滤率过低或过高 其实都不正常 应该就医查明原因 而临床上除了少数甲状腺功能抗净 也会造成腐肘 甲状腺素也会造成腎脏血流改变 刺激腎脏过滤血液 造成腎功能异常升高 甲状腺功能抗净的话 会导致皮下一些水肿 或者是眼睛的组织的一些震生 眼睛吐出来 也会造成像心脏 一些组织的一些震生 造成心脏功能受损 包括心剂 手抖 体重下降 怕热容易流汗 甲状腺肿大等等 都是甲状腺抗净常见症状 专家建议 平日除了要少吃海带 紫菜等等高寒点食物 若用药物治疗时 更要听从医嘱 按时服药追踪 千万不能自行停药或是调整药量 避免甲状腺功能出现变化 影响身体健康 记者顾蔡永 台北采访报导 台北市有男子向钱庄借贷 但等不及钱庄老板放款 就伙同友人设局 约对方见面之后 除了殴打还掳人上车 抢夺被害人身上的现金 11万元和项链等财物 内湖分局互报之后 成立专案小组 在短短5个小时内 就逮到犯案人 迅速破案 锦名援警将上靠的 王姓 吴姓以及皇姓嫌犯 赖金内湖分局 准备依强盗等罪嫌移送 士林地方检查署侦办 这起案件 习因是借贷纠纷 王姓主贤率重殴打被害人 除了抢夺财物 还强行辱人 经远警调阅相关监视画面后 巡线查期六人道案 同时取货毒品及刀械等证物 全案续因 强盗等罪嫌移送地监署侦办 警方调查 王姓男子将开设 钱庄的陈姓男子借贷 因为等不到钱庄犯款 心声不满 因此伙同友人设局 假借邀约被害人 以借贷为由见面 强行辱人上车 还驱咒被害人 身上现金11万元 以及项链等财物 内务分局货报成立 专案小组 调阅附近监视器 最后在短短五个小时内 就迅速破案 逮捕王姓主贤等六人 并起出毒品与刀械 征讯后移送法办 小仓话长报道 请注意 未来民众协助检举交通违规 动态部分 已对交通安全危害性较高 且警察不义实施 稽查取缔之违规太阳为主 如恶意逼车 闯红灯等 静态违规 则以严重影响 交通安全与秩序的 违规停车 如并排停车 在路口违规停车等 另外连续为 百同一规定违规行为 时间相隔不到六分钟 及行驶没有超过一个路口 只能合并举发一次哦 其他交通违规 仍可拨打110 请警察到场排除 维护交通秩序 全民吸手马关 共同维护交安 内证部警证数 感谢您 你以为是糖果 咖啡或奶茶 可以提升 其实这些都是毒品 新兴毒品以可爱包装 混入多重毒品 让你降低戒心 小心这些 好奇仪式 青春仪式 防毒反毒 苦碰毒 车货现场拍照 录影五原则 车货发生 无人受伤或死亡 汽车上能行驶 应尽速拍照后 将汽车移至路边 一 全程注意安全 二 在事故地点后方 适当距离处 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三 拍摄全景 记录车辆终止位置 以标线为参考基准 将周边固定设施 如标志 耗志等 一并摄入 四 拍摄烹撞点 车损部位 及掉落物等激阵 五 避免二次交通事故 及拥塞 应尽速将车辆移至 不妨碍交通之安全地点 人没事 车能动 自行拍照 尽快移至车辆 就对了 我不要得肠病毒 完全免消毒 可能会传染肠病毒哦 我不要得肠病毒 爸爸回家要先洗手 换衣服才能包容啦 有人可能会传染肠病毒给我 如果不小心得到肠病毒 老实说 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 请稀设 让卫生 肠病毒 远离我 细致的糊糊 沦陆在去年台风边颇 发生严重的崩塌 除了第一时间抢修 包括了水保局 市府农业局 也在今年陆续的进行 边坡巩固 以及改善周边排水功能 让山坡地更加安全 从西平路转进户户轮路 一路往上再过了20项 今年陆续都有工程在进行 除了新北市政府农业局的 排水改善之外 再往上 则是农业局水保局的 边坡巩固工程 去年的十月十六十七 那时候泥沙台风 对我们这边的 一些土石大规模的崩塌 所以从今年 去年就开始做一些工程 那今年我们陆陆续 农业部这边 跟水保局这边 都投入相当多的经费 在我们这个地区 做一些地表水的 排水的改善 我们汐止东山里 大概就好 那因为都是属于山区 那所以说前一阵子几次的大雨 或是台风来的时候 那边坡都有一些滑动的一些情况 那那边也被中央化为 土石流的浅势区 汐止东山里 呼呼沦路 这一带是土石流浅势溪 顺向坡多次的台风大雨冲刷 在去年中的大雨 更是发生严重山坡地的摊坊 所以新北市原料先祥也协助争取改善 相关单位也在今年陆续的进场施工改善 除了底下最大范围已经完成 目前则是往上进行另一处边坡巩固 另外还有引导排水工程 然后呢 后续还有地下水的一个改善的工程 正在研绎在做一个进行当中 那就是把地表水跟地下水 把它做一个导引 不要再让我们这个地方的土质 这个算顺向坡的土质 会造成地下水太丰沛 山坡整个滑滑落 造成更大规模的坍塌 所以呢政府投入相当多经费 就是在做这方面的这些工程 这个部分关于我们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我们非常的重视 也都请我们的地方政府 针对我们这个有发生过滑动的边坡 要尽快的修复 那潜在的可能已经有一些滑动迹象的一些地方 我们也要赶快的优先来处理 巩固边坡也改善周边排水系统 让山坡地更加的稳固 以免再有台风大雨酿成大火 这程惠林细致采访报道 瑞芳地区目前有两处的平交道 每当火车经过时 因停等的时间太久都会造成交通涌色 而为了解决问题 9月28号市议员林一期 就邀请了相关单位人员到现场来会刊 模拟解决方案 火车列车要经过平交道的栅栏自动放下 人车这时候就得停止通行 但在瑞芳区有两处平交道 因为周边道路路幅狭小 每当平交道栅栏放下时 停等的车辆和要通行的车辆 往往造成交通堵塞 常常引起民怨 世元林一期接获陈琴 今天也到现场进行会刊 寻求改善方案 我们瑞芳市区刚好紧邻着两个非常主要的平交道 包括了逢甲路以及明登路 那因为它那个这些瑞芳火车站不只是只有客车 然后还有前面还有一个货车厂 所以那个车辆出入频繁 火车出入频繁非常的大 然后时常造成民众久等火车 还有整个车辆回堵的状况 那今天一期特别要求了 邀请了交通局 然后还有捷运局 以及各相关单位到现场来会刊 当地里长就表示 由于台铁班次密集 有时候乍栏一放下 就是好几台列车经过 人车停等时间长 容易造成交通回堵 因此也建议是否能朝向改单行道方面来试办看看 因为在整体的大方向 就是说台铁的班次不减 当然我们不希望它减 只是说因为它的密集度非常高 我们也没办法去克服这个问题点 所以说目前可能只要 因为这边街道真的太窄了 所以说现在可能只剩下就是说 是单行道这个方向来试着来改善看看 那另外明登陆的部分 我们也会请交通局还有捷运局 是不是有能够有其他的替代的道路来做 整个交通的疏解 然后也能够希望这两个平交道的解决 也能够让明登陆的交通能够更顺畅 施远林奇表示 在龙镇里这里的平交道 将沿尼改单行道来进行改善 另外在龙川里的部分 则是要找替代道路来规划书解车潮 让平交道这里的车流减少 避免交通回堵情况 接下来会和有关单位进一步商讨改善细节 期盼疏解交通瓶颈 介纯威 瑞芳采访报道 新北市教育数位化迈入了数位优化的阶段 从大学 国高中到国小甚至是幼儿园 从去年开始教室都将改成 使用大型的触控荧幕面板 取代光线不足的投影设备 但在新北市淡雪区新市国小 今年原本还有部分的教室缺乏设备 因此透过新北市议员陈伟杰的争取 增设了10个班级的触品设备 新北市教育数位化迈入数位优化阶段 从大学 国高中到国小甚至是幼儿园 从去年开始教室里面都改成大型的触控荧幕面板 取代光线不足的投影设备来进行教学 但是在新北市淡雪新市国小 今年原本还有部分教室缺乏设备 因此透过新北市议员陈伟杰的争取 增设了10个班级的触品设备 也就是说希望可以把这个幼儿园 包含这样的一个专科教室等等 全部也把它换上了这个大屏幕的触品 让在教学上可以更加的生动跟活泼 那我们今天特别看了这个幼儿园 跟我们这个专科教室的这样的一个触品的一个使用 确实也可以增进我们学生学习的意愿 那也让老师的教学可以更加的活泼 当然也符合这样的一个智慧校园 或智慧教室的一个概念 议员表示数位教育正式启动的数位转型阶段 更强调软硬体的结合 加速充实线上资源 而这次替换所有班级教室的投影设备 安装86寸的触品电视 除了改善过往投影明度不足的问题之外 更能够顺畅的搭配平板有效的活化教师教学 提升学生学习的互动率 在前我姐议员帮我 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专科教室 还有包括我们的幼稚园的三间 那全部也让他整个把触控萤幕 全部都换成触控萤幕 那这样的情况就是说 这变成我们学校的数 行动数位学习的成效应该会更再提升 因为在新市使用iPad 使用触控已经是我们的家常识 当然就是借由我学院的帮忙 那今年成就我们学校所有的孩子的学习空间都有大批 能够使用 校长表示 今年感谢议员陈伟极的协助 新市幼儿园有三个班级 还有国小专科教室七个班级 总共有十班安装 让新市国小每一个学习空间 而每一位学生都可以使用拥有最流畅清晰的视觉体验 而新市国小的教学也在触屏设备的辅助支持之下 交织出多元丰富的学习饗宴 记得许多人一弹水采访不到 112年施多奖共有72位的获奖者 其中在新北市就有四位的教师获得这项殊荣 教育局特别举办了施多奖教师的表扬活动 邀请了四位施多奖得主 分享带领学童完成梦想的温馨故事 施多奖是教育界的最高荣誉 今年共有72位获奖者 其中新北市有四位教师 荣获这项殊荣 分别是沙伦国小校长林慧珍 中山国中校长范晓荣 英哥工商主任萧正一 以及新庄国中教师张美莲 教育局特别举办施多奖教师 幸福相伴梦想起航表扬活动 邀请四位施多奖得主 分享带领学童 完成梦想的温馨故事 能够得到国家四处奖 72位的四处奖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所以我这边我还是一个感想就是 好老师尽一辈子 只要是在教育上得到大家认同的老师 我们应该用一辈子去感谢他 会中是会代表学生拉着旅行箱 手捧花束 感谢教师们置之不倦的教导 现场气氛温馨感人 越南籍新住民陈芳草表示 英哥工商主任肖正一上课时 不但特别关照新住民和弱势长者 还免费提供昂贵的颜料给大家使用 他只能跟我说正义以后要报导我就像我对你一样 这句话一直我把它留到现在 教育局长张明文指出希望借由幸福相伴 梦想启航的表扬活动换起大家尊知重道的美德 相信只要多尊重老师多支持老师 老师一定会用生命来呵护我们的孩子 记者伦宏 卢云轩采访报导 为了实践环境永续的公民行动 9月28号鼻头国小的师生到鼻头脚步道 看到游客就会宣导步道维护的方法还有重要性 并且邀请游客签署无痕山林公民行动的承诺书 一同实现永续理念并保护在地的环境 同时这也受到了其他游客的赞赏 纷纷都一起签下了行动承诺书 为了实践环境永续行动 今天鼻头国小师生到鼻头脚步道 看到游客就宣传步道维护的方法及其重要性 并邀请游客签署无痕山林公民行动承诺书 一同实践SDGS并保护在地环境 此举也受到游客的赞赏 纷纷都一同签下承诺书 从小教育起 同时也是教育大人互相学习 这个是很好的教育 能够留在自己的故乡受教育 那是很好的 因为河湾山上也很干净 就是没有什么垃圾 然后也希望把这里也变成 就是像河湾山那一样 就是几乎都没有垃圾这样 鼻头国小学生就说 学校一山半海是实践环境永续最佳场域 今天到步道和游客来互动 让游客了解环境永续的重要性 保持环境原有风貌 尊重野生树植物是一个公民应该有的素养 我们带孩子们到步道去 让孩子们对游客去做宣讲 那也宣导应该用怎样的方法 来让我们整个步道更干净 让我们整个步道的环境是受到重视 受到保护的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行动课程当中 让孩子在未来的生活当中 建立一个永续环境的一个正确行为 校长跟每个学生 很热心的在做这个环保的公民 其实环保是需要一个长久的计划 需要大家放在心里面的去做这个环保的工作 才有办法再持续的推动 不希望说这么美丽的环境 然后在我们这一代就想要 希望他能永续的一直把它传给我们的子孙 鼻头国小校长表示 先前孩子在和欢山之旅当中 了解到环境维护的重要性 因此这次将用行动力 在步道沿途向游客宣讲 如何实践无痕山林 也让孩子自然而然将爱护环境的意识 伸直在心中 介绍为瑞芳采访报导 专业盗播电视频道是典型网路犯罪 购买盗版盒等头助长网路犯罪行为 力挺刑事警察局净评专案 打击盗版非法行为 只要检举成功取缔一个销售盗版盒经销商 可获得奖金一万元 支持竞评专案 全力扫荡非法OTT机上盒 是不是 以后只剩下我一个人练球了 小将是吧 从来没有想到原来家的感觉可以很放心 只要你不放弃 爸爸永远都会是你的守门员 打开家门让爱住进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流感疫苗开打的第一天 细致卫生所就涌入了大批的人潮 强打流感疫苗 而一大早卫生所还没有开门就来排队 而今年比较特别的是不少的长辈一次打两针 分别一剂是流感疫苗 而另一个则是新冠肺炎的疫苗 还没走进细致卫生所只见外面帐篷已经坐满人 而进到里头更是爆满上百个椅子全坐满 再加上一旁站着等挂号排队的人真的不少 10月2号流感疫苗开打 细致卫生所8点开打 但是一大早7点就有长辈来排队等候 像是这位阿伯9点来10点多了还在等 也有人是花了两个多小时终于打完疫苗 不过秩序大致2号 今天啊 大概8点多 两个半小时吧 到我九点九点五分之后 你这样等多久 等差不多等一久 那不就到你了吗 那不就到你了 现在这到四十几号嘛 我想说今天拜的比较没人了 人这么多 今天是10月2号流感疫苗开打的第一天 今天系指卫生所提供了COVID-19的疫苗 及流感疫苗同步可以做接种 那今天非常的踊跃 早上九点半之前 已经有达到150位的民众来进行施打 施打的流程都非常的顺畅 预估到开打第一天可能涌现了大量人潮 卫生所摆了上百张的椅子让长辈都能坐着等 就连游戏室都摆放了椅子 10月2号第一阶段开放施打对象是65岁以上长者 还有孕妇以及六个月内婴儿的父母 以及满六岁以上到国小入学前的幼儿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长辈一次打两针 一剂是流感而另外一剂只是COVID-19的疫苗 打流感疫苗还有打一个COVID-19 然后顺便检查一下抽血 所以我想说今天来没事赶快过来 为了自己的健康 那鼓励65岁以上的长辈 同时可以施打流感疫苗 也可以同时施打COVID-19疫苗 得到双重的保护力 秋冬是流感耗发的时间 施打流感疫苗之后要两周才能得到保护力 所以尽快施打流感疫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西纸卫生所一天大概可以打300剂的流感疫苗 秋冬是流感的耗发期 卫生所也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 前往接种疫苗保健康 加成慧林 西纸采访报道 重阳节即将到来 以往金山区公所都会举办重阳进楼 参会与长辈欢度佳节 但近年来考量到长辈出门用餐不易 参会人群拥挤容易发生安全的疑虑 为了降低长辈的风险 也让不能参加的长辈能够共享节庆的气氛 金山区公所就特别准备了重阳进楼的礼劝 要对长辈的心情付出 重高的敬意 重阳节将至以往 金山区公所都会举办重阳进楼餐会 与长辈欢度佳节 但近年来考量到长辈出门用餐不易 餐会人群拥挤容易发生安全的疑虑 为了降低长辈的风险 也让不能一起参与餐会的长辈 能够共享节庆的氛围 金山区公所就特别准备了重阳进楼礼券 要对长辈心情付出至上崇高的敬意 往年我们都是办重阳节的餐会 来庆祝我们金山区的重阳节的一个活动 那前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暂时的停办 那后来我们就采用发放300块的 这个超商的礼券的方式 来给长辈们使用 那长辈们拿了这300块的礼券 也可以至今购买自己喜欢的东西 考量往年参会长辈的安全及参与不易问题 近年来改为制政重阳进楼礼券 来传递公所惩治的新意 而今年礼券的面额为300元 自10月2日起连续5天 在美田市民活动中心来发放 更为了减少长辈的等候时间 规划分流来领取 而进楼礼券可以让长辈添购多样的日常生活用品 使用上既弹性又方便 同时我们现在也搭配这个我们金山区的卫生所 来为老人家注射这个流感疫苗 那所以在今天还有后天 然后连续有四天会在这里执行注射 今年发放重阳礼券的现场 结合了金山卫生所宣导流感疫苗施打 并设立免费的流感疫苗接种站 天气尽量 区长也请长辈要尽速的完成接种 以获得保护力 此外若是长辈为能于本周领取穷洋礼券也别担心 在10月9日至11月7日的上班时间 携带身份证明文件的正本印章及通知单 到金山公所一楼社会人文科柜台 也可以办理领取 介绍品函 金山采访报道 为了让长者们度过不一样的节庆 并且回味看电影的感觉 勇家乐有线电视与泰山区公所就邀请区内的里长 志工及长者前往林口微秀影城 欣赏本日公休这部电影 而当日陆小芬本人也立临现场 并被邀请担任泰山的公益大使 重阳节将至为了让长者们过个不一样的节庆 并且回味看电影的感觉 勇家乐有线电视与泰山区公所 10月3号邀请区内里长志工及长者前往林口微秀影城 一同欣赏本日公休这部电影 在座的各位长辈们 情常在区公所里面 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热心公益的一些战局 那区长也是希望在这个年度的 快结尾的时间 能够好好制造这个机会来犒赏各位 那刚好我们勇家乐也有这个机会 能够来出一份力 然后在我们地方社会上面 做一些适度的一些回馈 所以我代表我们公司 也就是我们的母公司台湾大哥大 也衷心希望各位 就是今天能够在这个美好的一个场所 能够大家尽情的享受 杨明杰总经理表示 本日公休是陆小芬小姐 睽问20年的新作 并且荣获2023台北电影奖 最佳女主角 当天在区长的邀请下 陆小芬本人也礼礼现场 吴定王她的精神真是让我感到非常感动 就是说身为一个女人 身为一个台湾的女儿 她真的是我学习的榜样 也是一个模范 所以只要区长有需要 号召我 我一定是吹水在区长后面 听由你发落 我们今天都是长辈 她能不能来跟我们泰山的 这个我们的长辈 我们的大哥大姐 不能说长辈 大哥大姐一起互动 她没有第二句话 她说好啊 公益 公益 就为了公益这件事情 她就来了 所以我要在这边 还要再邀请小芬姐 就是可以成为我们泰山的公益大师 泰山区长表示 感谢永佳乐有线电视协班 这场本日公修电影欣赏活动 除了让长辈们提早度过一个 开心的重阳佳节外 还可以一睹明星风采 同时也盛情邀请陆小芬 担任泰山公益大使 场面相当欢乐文心 记得虎与生领口采访报道 一般民众如果在家碰上了 小家电故障不能使用 都会直接换新 而为了让这些资源 能够被重复再利用 新北市淡雪区的新兴里长 就在离办公室的旁边 成立了家电维修小站 定期的邀请了两位电器专业师傅 进行铸点维修 打造资源再利用的友善循环 一般民众在家中碰上了小家电故障 不能使用都会直接换新 而为了让这些资源 能够再利用 新北市淡雪区新兴里长 就在离办公室旁边 成立了家电维修小站 定期的请来两位专业的电器师傅 进行铸点维修 服务里民 让他们带着家中故障的小家电来维修 打造资源再利用的友善循环 新兴里每个月第二周第四周 都有在做资源维修 那这期间我们就发现 有些电器用品 那是可以用的 后来我就自己做一些简单的维修 像电波上或电缆 这些算比较简单的 后来再经过朋友的媒介 认识了我们的维修师傅李老师 那再透过李老师这边 我们把我们的维修 范围推广到更广 那包括电磁炉啦 微波炉 那包括其他的一些小家电 都是我们维修的一些电器用品 李长表示 过去在里内黄金资收站 常常会收到电风扇 快煮壶吹风机等等 单价不高的小型家电拿过来丢弃 而李长发现 这些电器在做简单的维修后 都还可以使用 除了自己与志工先做简单的维修之外 为了解决李明的家电维修需求 就邀请到了两位专业的师傅 特别定期开设维修站点来注点 来帮民众修理小电器 让李明相当方便 而师傅也说 最重要的就是以修理代替再购买 以一台1200元的电器来说 修好也只要100多元 省下的不只是金钱 更能够减少电子垃圾 环保减碳 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以修理代替再购买 我们减少电子垃圾 你修理继续使用就不用买新的 那就不会去丢 丢那这些电子垃圾就可以减量 那这样就比较环保 里面这边有坏掉 还算蛮新的一些电器用品 可以先拿来我们礼办公处这边 让我们的维修理老师这边先检查过 有些算是比较轻微坏掉的 那我们就会着收我们的一些材料费 里长表示 在过去几次的维修经验下来 发现有许多民众送修的家电 修复率高达八成以上 有部分损坏严重的 经过师傅评估后才会建议抬换 而这些修复电器 大多都是小元件的更换 或者是电容器的更换 材料都在百元上下不等 而里长表示 希望透过电器维修 可以延长民众家中的电器使用寿命 避免产生不必要的浪费 也借此达到环保减碳的重要目标 记得许多安一淡水采访报导 山枝角白笋盛产奇 为了推广这项特色的农特产 山河社区开设了课程 邀请讲师来教学制作角白笋的特色美食 预计一天的课程当中 就带来了五道的角白笋料理 透过讲师的创意变化 让角白笋搭配芋头、地瓜 或是当季的食材柚子 丰富不同家庭的餐桌 为了推广山河社区的特色农特产品角白笋 山河社区开设课程 邀请讲师来教学制作角白笋的特色美食 预计一天的课程当中 要带来五道角白笋料理 而透过讲师的创意变化 让角白笋搭配芋头、地瓜 或也是当季食材的柚子 借以丰富不同家庭的餐桌 我们这一节是主要是推广 山寺最有名的角白笋 角白笋推广还有一些特色料理 让社区成员能更多认识 以推广角白笋 那通常大家角白笋可能就是青草 或者是炒肉丝 那我们今天利用角白笋 来做五种菜的变化这样子 然后有像那个做炸酱面的时候 我们那个炸酱的料 你不是只有拌饭而已 我们今天会搭配那个蛋饼皮 把它卷成一个像甜筒状子 这样子来当一个生菜沙拉吃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搭配我们现在的柚子 做一个季节性的蔬菜 三吃当季的角白笋盛产中 这次的课程当中讲师就是使用早生的品种 虽然笋肉不长 但是鲜甜肉嫩 制作料理时不论是切块切丝都相当方便 搭配小家庭容易取得的食材 蛋饼皮 制作出炸酱 胶筍 神菜卷 步骤容易 色香味俱全 让人忍不住 失之大动 我们在10月7号这边 在山盛步道的山盛公园 有推广一些 三支特有的农特产品 还有一些农产品的特卖会 欢迎大家立临参观指导 三合社区为了推广当地的农产 从洛神话的创意变化到脚白笋创意料理都有开课教学 而10月7日与10月15日 鱼山神步道将举办社区农特产推广活动 内容丰富精彩 也有洛神话与脚白笋创意美食可以品尝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参与体验 感受山盒社区的美食与人文风情 介绍评含三支采访报道 新闻最后一起来关心各地有什么活动讯息 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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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